草泥马,吓死老子了。 双引号。 张元清一屁股坐在床边,一阵阵心计。 他怀疑回归在池上一秒,回来的也许就是一句残驱了。 等他好不容易平复心情,瞄到脚上的红武鞋,差点又心计到去世。 解除解除。 双引号。 红武鞋化作红光消散。 呼,差点就要跺脚了。 张元清彻底放松,起身走到窗边,凝视着窗外的高楼大厦,凝视着绿油油的叶片反射着七彩的炫光,倾听着小区里大妈大爷的说话,以及远处车辆行驶的微噪音。 正值饭点,穿着蓝色制服的外卖小哥,骑着小毛驴在小区里急行。 隔壁居民楼的窗户里,传来蔬菜与热油碰撞的爆响,还有铲子翻炒的哐哐当当。 还是人间好啊,还是大都市好啊。 就这么站了几分钟,他才感觉自己彻底摆脱了那种惊悚感。 冷静下来后,他迫不及待地走到镜子前,验证自己的技能。 沉淀情绪,平静心湖,默默沟通体内太阴之力。 很快,张元清看见自己镜中的身体,被一寸寸地抹除,凭空消失。 真的能隐身,嘿嘿嘿。 9秒后,身体重新被勾勒出来,呈现于镜中。 嗯,有点累,就像在操场跑了几圈。 接着,他又尝试了自己的肉身的力量,轻易地把电池捏得凹陷, 用每弓刀在手背割开一道小伤,5分钟不到就愈合恢复。 我贴开超能力不说,单是肌肉力量的增长,就已经超脱烦人了。 至于另一个主动技能是灵,暂时还没机会使用,因为身边没有灵体。 我现在体魄如此强大,引发救急的话,肉身是不是能承担更久的过载状态? 不对,我该思考的是灵静行者里有没有医生职业,得找人看看我的怪病。 张元清随后又打开物品栏欣赏起自己的道具,但没有取出来。 扶魔储就罢了,红武邪取出来,若是要求自己陪他尬武怎么办? 凝视着扶魔储,张元清陷入沉思。 没记错的话,荣树经说扶魔储里封印着三道山娘娘的羊破,他会不会来找我啊? 双引号。想想就感觉害怕。 灵静里的NPC应该无法出现在现实世界吧? 我在进山神庙的可能性也不会太大,小小山神庙已经探索完毕,不可能再支撑起一个任务了。 嘴上虽然这么说,但他心里没谱,脑海里总是不停地闪过三道山娘娘的笑容。 待会儿去一趟单位,向老司机和翻译枪怪求证一下。 这时,门把手被人凝动几下,但因为张元清事先反锁了房门,所以外面的人没能进来。 张元清,你锁门干什么?是不是偷偷做坏事? 小姨娇妹清脆的嗓音传来,哼哼道,吃饭了。 张元清这才发现自己鸡肠碌碌,一叠声地硬着,迅速收回服魔杵,脱掉染着灰尘和鲜血的衣裤,换了身春季棒球服,黑色运动裤,再把脏衣服藏好。 这才走到门口,宁开房门。 小姨站在门外,把圆润俏丽的鹅蛋脸朝屋里张望,胡一道,你锁门干嘛? 修炼神功?什么神功?是一长计以至一大法。 臭小子,沼奏呢? 小姨兄巴巴的瞪眼,她的眸子很有风情,又圆又大,明亮灵动,没有血丝,不见浑浊。 古人说的秋水明眸,指的就是这种亮晶晶的大眼镜。 餐桌上,张元清分卷云残的扫荡,食量大增,外婆一边欣慰自己厨艺长进,一边苦恼今天烧的菜太少。 明天就要上学了,你今晚早点睡,别到时候喊你不起。 外婆告诫道。 小姨晚上不来我房间打游戏我就能早睡。 张元清立刻甩锅。 桌底小腿就被踢了一脚。 她自己也要上班。 外婆扭头又对女儿说,明天要是加班的话,提前打电话给我。 小姨是妇产科的实习医生,在一家公立三甲医院任职,闲的时候很闲,忙起来比社区还累。 有空多和男同事接触一下,在医院里应该很多男医生追求你吧。 外婆打探道。 妈,格局小了,带着老婆来产检的男人也经常偷偷问我要联系方式。 小姨掐着腰得意地说。 外婆抬起巴掌,小姨脑瓜一缩,默默巴反。 母女俩谈话时,张元清的心思飞到了下午要做的事情上。 吃完饭联络一下官雅,告诉官方我成功通关了,顺便还要写一份副本报告, 不知道首杀副本的报告值不值钱,能换多少功劳。 山神娘娘苏醒这件事也要提一下,不能忘记,总觉得这是一个隐藏任务。 吃完饭,解决了温饱问题,张元清回到房间,发现手机没电了。 因为邻近的事奔波,担忧,忘了给手机充电。 充上电后,她看见有四五条未接来电。 来电显示,官雅。 其中两条是一小时前,那会儿她还在邻近里,剩下三条是两分钟前。 这么着急的确认我有没有死。 张元清心里吐槽,直透清点,给官雅回了电话。 二层小楼,玻璃墙体反射着阳光。 宽敞奢华的办公室里,李东泽简单地用完午餐,看了眼万表,主着手杖来到办公区。 官雅,原始那边有消息了吗? 这已经是她第三次问出相同的问题。 虽然心里没有抱太大希望,但事情没有尘埃落定前,总是让人不停地惦记。 李东泽致欠信都已经写好了,就等着出结果,然后向百夫常承认错误,他这次粗心大意了,欠缺事后的专业素养。 至于原始天尊这个小子,虽然觉得可惜,但角色卡开启的是恋任务,非人力所能抗衡。 他手机关机了。 官雅摇摇头,我已经给他打过五六个电话。 联系不上李东泽似乎早就料到会这样,无声地吐出一口气。 再等等吧,再等等。 双引号。 好的,时长。 官雅撩气病发,露出笑容,宽慰道,结果没出来之前,一切皆有可能,就像薛定恶的猫,不打开盒子,永远不知道是生是死。 边上的王泰忍不住开口。 薛定恶的猫不是这么用的从概率学来说,没有特殊的手段和帮助,他通关蛇灵隧道的可能性几乎为零。 官雅和李东泽脸一黑,你闭嘴。 我是不是又说错话了。 王泰默默低下头去。 这社交低能儿。 李东泽和官雅在心里批评一举。 做了这么久的同事,他们早就放弃对王泰情商的培养。 官雅觉得,有趣的灵魂和无趣的灵魂一下子就对比出来了,看看原始那小子,长得俊俏说话又好听,他要是能成为同事,以后上班就不会那么枯燥无聊了。 可惜,运气不好。 到下班如果还联系不上,那就彻底没希望了。 官雅叹了口气,慵懒地靠在软椅上,让丰满的胸脯把白色衬衣撑得紧绷。 有消息了立刻汇报给我。 李东泽说完,正要转身离开,官雅放在桌面的手机却突然响了。 这时,放在桌面的手机响起。 李东泽顿住脚步,目光盯着官雅的手机。 来电显示,原始天尊。 李东泽呼吸一下急促起来。 官雅猛地从椅子上淡了起来,撞得办公桌哐当一响,桌上的用品纷纷翻倒。 睁大了美眸,脸上布满惊恶和狂喜。 他一边抓起手机,一边看向李东泽。 李东泽紧绷着脸,道,免提。 他的声音低沉而严肃。 两人脸色凝重,像是在对接绑匪电话一样。 官雅接通电话,带着期待,压抑狂喜,道。 原始。 我通关试炼任务,从山神庙里出来了。 张元清的声音从扬声器里传来。 官雅和李东泽同时呆住。 两耳不闻窗外似的王泰豁然抬头,这位痴迷数据的学士,脸上露出震惊和恶然。 呆至几秒后,李东泽嘴上的两撇小胡子,以肉眼可见的速度飞舞起来,叫道。 哦,上帝! 你是听到我的祈祷了吗? 这太难以置信了。 哦,天哪,我不敢相信这是真的。 旋即察觉到自己的失态,连忙收敛表情,优雅,要优雅。 双引号。 李东泽知道通关蛇灵隧道意味着什么,一个被太医门认定不可能通关的。 S即灵境被攻略,必然引来高强度的关注。 原始虽然是个新人,但可以预见,他会一战成名,成为小有名气的灵境行者。 另外,S即灵境里蕴含的信息、道具,是实打实的收获,且必然丰厚。 官方组织也好,民间组织也罢,都热切于攻略高难度灵境,尤其是首杀,因为这是壮大组织最快捷有效的方式。 最后一点,也是最重要的,松海地区,夜游神试炼灵境就那么几个,蛇灵隧道这个bug的存在,让官方组织损失了极多后补夜游神。 如果拥有一份详细攻略,那么往后每年,夜游神诞生的数量都会增加。 虽然灵境被攻略后,奖励不可能再像首杀那么丰厚,但官方看重的就是夜游神数量的增加。 这足以引起五行盟长老团的注意了。 你,怎么做到的? 关雅南南道。 没什么难的,我轻而易举都过关了,呵,这不是有腿就能过吗? 原始天尊说出了符合他ID的话。 关雅一时无言,分不清他是在开玩笑,还是学霸的凡尔赛。 在他的印象里,张元清是一个聪明的大学生,擅长社交,但要说有多不同寻常,肯定是不可能的。 他对这位新同事的喜欢,也仅限于说话好听,幽默风趣,但绝不是对他的能力认同。 而现在,他需要重新评估这位新进夜游神了。 很好,做得很好。 李东泽兴奋地点了点手帐,急切道,你赶紧来一趟单位,立刻过来。 好的。 张元清说。 结束通话,王太忍不住道。 他有超越常人的能力,目前不知道是哪一方面,但肯定有。 时常,你好像捡到一个怪胎了。 文言,李东泽脸上的笑容难以遏制地扩散,咳嗽一声,不悦道,什么怪胎,人家这是天才。 说完,他像是有急事一般,匆匆走向办公室。 李东泽觉得,致欠信的标题应该改得更优雅一下,比如,很抱歉百夫长,我一不小心捡到了怪胎。 他已经迫不及待了。